Schrader是谁酿的,是Thomas Rivers Brown 麦巴赫是谁酿的,也是Thomas Rivers Brown 这兄弟,作为哪怕古红彤彤的膜拜酒明星 为几十个酒庄酿酒或者做顾问 但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属于他自己的酒庄,你信吗 直至他创建了这个Aston 也许是因为出于对赤霞猪这个品种掌控力的自信 特意挑战其他高难度的葡萄品种 或者干脆是随着年纪渐长,口味越来越清淡 他的Aston酒庄,从2004年创建至今只生产黑皮诺这一个品种 而且酒款极其简单,一个索罗马沿岸黑皮诺 一个就是自家园子自己裹食的庄园黑皮诺 不得不承认Thomas会演独具 他选的这片地离海边直线距离不超过八千米 能得到冷凉的太平洋海风滋润 不过正好免于雾气的侵扰 加上20年的精心打理 如今葡萄藤茁壮成熟 果实品质节节上升 是他的黑皮诺 这几年的分数稳居95上下 套用一句最新烂俗的营销话术 不是大火龙喝不起 而是Aston更有性价比 如果你还没试过TRB的高超手段 不妨一步到位 直接从他自己的心肝宝贝开始